欢迎回来的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馆长接二连三 对这个中央开炮 那这一回又为着黑道的事情 呛了这个蔡英文 她几乎现在每天 就是希望这个蔡英文 你们面对黑道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听一下 今天民进党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到现在这样的贪腐 这么的黑道 这么的不讲道理 我们大家再来看看 昨天到今天发生了多少事情 每一天都有我的事情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今天 昨天到今天都是我的新闻 因为我把真相讲出来 他们慌了 被发现了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反驳 真的就压我案子 真的就是压住了 没有办法反驳嘛 怎么办 因为真凶真的没交到 大家现在 过了两个小时而已 马上补发一个 没有没有 我们民进党支持 检警再继续向上征办 不是签结了吗 不是真结了吗 不是结束了吗 一方面叫地方 新北检 跟刑事局配合说谎 一方面觉得风向不对 又赶快发一个文字 赶快灭火 灭火至于还不忘 继续发新闻台 发名嘴继续抹黑我 这绿的是不是一直在睁眼说瞎话 你说像黑道的事情到现在 还说不清楚 那这个陈明文也要去跟馆长直播 虽然他后来拨斥说 这是胡说八道 是馆长来蹭我流量 但是馆长就很生气 说我要来公布你的电话 那另外一个睁眼说瞎话 就是台南学甲八十八枪的枪截案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 蓝检是讲说我们锁定了很多共犯 正在追击当中 那蓝鱼又讲说这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 被人开了八十八枪的当事人 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做笔录 如果这个是否是真的跟这个议长选举有关 请涉案者退出这个议长选举 那网友在那边讲就在那边酸 因为这两天也看到说 在台南这边有一个好像说什么 伸鸡腿被放进了这个香炉里头 好像疑似在台南这边的庙宇 有被下降头 结果这个警方也是大正这样说 要来这个查办这个案子 说这个怎么可以有这么黑心的这种做法 所以网友在那边讲说 我们就来看是鸡腿案先破 还是这个八十八枪的案先破 那另外李静勇这里 大家也是关注到说 屏东这边的开票瑕疵 国民党也再公布了四段影片 希望中选会不要再装睡 这么大的瑕疵 结果他们可以睁着眼说瞎话说 有瑕疵但是结果无误 这个要说服谁都没有办法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在聚焦说 讲完辞去立委职务之后 这个补选到底会是谁来出马 那民进党已经是派出吴怡农 那过去吴怡农也被人家酸 就说他这个壮阔台湾 在路上这样子用 用那种壮阔台湾 壮阔台湾这样子喊 很像义和团似的一种喊法 但是现在他准备要参战了 是不是也会对于蓝营 或者是说民众党带来一些压力 民众党现在是宣布说 没有要派出人选 但是他就是夹带了 伯父吴乃仁 新潮流大佬这样的一个 旗号 那吴乃仁过去也有涉及 台唐案遭到判刑定验 但是人家就讲说 这个吴怡农真的是适合出来 当人选的吗 因为他过去也有吴怡农条款 大开门户 为黑道入党敲门砖 因为他登进参选的时候 当时赵介佑的父亲 就是赵映光 还有赵介佑的姑姑 就陪同着 所以他们还特别修例了 吴怡农条款 让他来参选主委 当时就短短两个月 有高达四五千人 疑似黑道人士 加入了民进党 还被质疑是黑道傀儡 更不用说 前一阵子要挺双龄的时候 他那一场尴尬的这个忘词 让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一系列 这一切的闹剧 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 第二件事情 我看到我们在桌了两位 张左 静怡 我想跟他谈第二件事情 我突然就忘了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事情 我说今天原本焦点 会在总统的袜子上面 我时间有限 只有三分钟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还是看一下我的笔记好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每次看完都替他尴尬 怎么会把场面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人家就开始 有网友在那边讲说 他会不会是农包呢 会不会是草包呢 就开始有这样子网路上面 有一些网友在揶揄他 怎么会之后去聊什么珍奶瓦 这到底在干什么呢 然后现在网友也在那边讲说 现在是要团结贪污的钱吗 可以不知道怎么选吗 就很质疑吴怡农出来的这个 要出来补选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另外一方面 华航的事情 因为昨天邱颖大名大放之后 大家现在也在关注 就说当初这个罗亚美 他其实也是这个 华航的资深副总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就调去当特助 现在又再度回任了 跟这个邱章信同样也是 他们都有回任 那他们其实在过去 私验案之后 还有现金给蔡英文 或者是民进党 表达一下忠诚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 他们又这样顺势又调回来 顺势又回到了一些 重要的职位 还有之前调任到 国防大学的副校长 兼战院院长的 这个总统府前侍卫长张杰 同样也是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跟绿营关系 有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熟悉度存在 或者是你有靠拢一些派系的话 虽然你在风头上暂时调离 但是你都不会这个 就不会忘记你的 还是会找时间 把你给调回来的 所以邱一银昨天这一番话 也引发了后续的效应 大家在那边讲说 你们现在讲话 真的台大气粗 真的你们好高 因为你们都位居高位 那可是过去 如果用你们这种标准来看的话 那为什么马英九当时就任 你们通通都要逼人家的这个家属们 通通都要下台 如果说国营企业 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他都是靠自己上任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周美清也要被逼 这个马以南也要被逼 就说赵峰也是公股 中化也是这个官营的 这个中央的一些机构 就你们通通都要辞职 所以马英九那时候讲说 我在任的时候 我太太姐姐大就职 都因此要辞职 或是提前退休 但是我们看看邱毅营所讲的 就说我担任立委的时间 那其实我弟弟还比我 更早就进去华航 你真的要撇那么干净吗 我们就来还原 陈水扁在2005年 2000年的五月就任 当时他们的父亲 也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 担任国策顾问 邱章信就在这一年 大概隔四个月 考进了华航 然后邱毅营是不是特意淡化说 他当立委跟他时间没有重叠 但是你怎么不说 你1996年还担任国贷 1998年担任中常委 时间也是有重叠到的 所以要讲得这么清清白白 是不是你就比照一下 马英九当初是怎么做 你们绿营怎么要求 是不是你也应该同样避嫌呢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洪威姐 我想可能大家很想 让我谈那个吴英农 那因为这次 他们争召吴英农 我觉得吴英农还是很帅 对 身为一个女 我觉得她很帅 可是为什么我这次看到 吴英农的感觉 就是我好像又看到了林志坚 因为林志坚也是一样 表面上很体验 那么也常穿着西装 那也是小英男孩 但是事实上肚子里没有祸 一直到他最后浮选 都还会出现一个说新竹产戏 所以才会 新竹才会有新竹科学研究 才会有半途体验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被小英这样认可的 一个力捧的小英男孩 原来肚子里是草包 那同样的 刚刚看到吴英农的这个影片 其实过去大家也看到 对不对 那你不觉得那个时候 我真的我都在帮她捏人汗 你赶快讲 你的第二点是什么 你随便胡周一下 也可以讲出来不是吗 对啊 怎么会就是你是完全忘词 所以我不晓得 是不是蔡英文第二 就是说你没有读稿机的话 你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讲一篇 你的论述 所以你的论述 也是需要读稿机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因为吴英农他在上一次 他虽然败选 之后他没有什么的行政的官职 他唯一的有一个行政经验 就是台北市的党部主委 但是大家也很知道 那个时候他当党部主委 就是一个傀儡政权 那个傀儡政权后面的人是谁呢 后面的幕后常敬人就是黄成国 这里是最近 就是民进党里面在谈 就是民进党跟黑道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李文中说 我们有一个黑道中常委 也就是何志伟说 他在中常会里面 被人家逼着要去道歉的 就是黄成国 在你吴英农的背后 在你帅帅的身躯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幕后常敬人 就是黄成国 所以你告诉我什么叫壮阔台湾 还是黑道台湾 还是黑道民进党 到底要怎么壮阔法 是因为你后面 有这样的一个黑道中常委在听你 所以你才感觉壮阔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整个的补选的过程里面 吴英农要再次经过一个 更严格的检验 壮胆台湾 如果后面那么黑的话 这个哲宣因为吴英农 标准就是靠霸 靠新潮流 他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就如同洪威学妹讲的是个傀儡 王洪威当台北市议员 当16年了 吴英农有当过台北市议员吗 零 所以谁比较适合当立委 当然是王洪威 怎么会是吴英农 我跟各位讲这个历史的调诡 国民党2018大胜 然后2019 有四个立委的补选 选前谢龙介民调领先7% 郑市委领先5% 谢龙介领先郭国文 郑市委领先余天 最后补选结果是2比2 谢龙介落选 郑市委也落选 民调领先还会落选 你看这些有得陷 国民党2022又大胜了又来了 2023又要补选了 我不晓得结果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2008的时候 台北市的立委是8比0 所以坚哥才会跑去跳海 8先过海 8比0 现在是4比4 选完之后会不会变成3比5 因为讲完请辞的 所以你要补选 如果这一席让吴宜诺赢了 绿的就变5了 蓝的就变3了 以前是8比0 你如果选到3比5会怎么样 所以宅宣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看人挑担不吃力 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没有要劝劲王宏威 可是我听他讲说 我不怕吴宜诺的时候很带劲 然后我不怕吴宜诺但是我不选 听得我整个气球就写了 王宏威你民调第一名 你民调第一名你不去选 让学弟我很难过 因为翟宣我讲实在话 我希望王宏威去牺牲 这一定是去牺牲 然后牺牲之后是党欠你 南军的支持者欠你 如果你真的牺牲的话 大家缺一刀就跟协隆街 跟宿清全同样 你选得很漂亮 但是你犧牲 大家欠你一次 以后会补给你 就是叫你去牺牲 不好意思 学姐 我说我讲实在话 我认为你绝对比吴宜诺适合了 民进党已经推出吴宜诺 国民党要到明天才决定人选 宅威那个气势上就输一截了 所以最后气势能不能挽回回来 当然很多人是很对 这个宏威姐有非常高的期待 就像刚刚宏威姐批语说 这个吴宜诺就像林志坚 我们也看到宏威姐真的是 偷杀林志坚 就很希望这一幕又再度重演 就把吴宜诺当林志坚再打一次就好了 好 我们来请雨萱 我这边也是一位 因为我刚好是宏威姐选区的 他也在北松 所以宏威姐很常有一些什么社区活动 或者是说服务处 到处真的都看得到 我先讲这个 先帮忙推销一下 家英 我们回到吴宜诺 宣敬家英 等一下 吴宜诺这个人 对 他是帅 他绝对帅 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如果给他参选这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 要先思考的是说 民进党这一次败选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就是黑道 不就是网军 不就是草包 不就是乱七八糟吗 刚好吴宜诺这个人 挤大拳一身 我等一下就译一个书给你听 所以如果吴宜诺参选 选上那就算了 至少他们还止住血 如果这回如果真的败选 真的会是民进党最后跟稻草 第一个你说吴宜诺背景 好的确他伯父是吴乃仁 他伯父有什么大不了 问题是吴乃仁最为大家深刻印象是什么 宇宙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跑去这个会馆招待所 不就让人家想到 又是八八会馆了吗 这一模一样的事情 好 那我们不要讲他伯父 我们讲吴义农担任主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什么状况 他连投票都不能投票 就是他可以参选 这绝了 那背后还站着当时是谁 跟赵介佑有关的人 赵介佑就是他们讲说 民党当时黑道入党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都不用解释太多 你吴义农那时候党 特别为了他修改相关的条款 让他不能投票 结果可以参选 好 结果选上了 隔不到三个月 进来四五千个人头 就里面一大堆黑道 里面就有赵介佑 所以即便你吴义农 要跟黄振国再三偏心关系 不过你怎么去解释 因为你的吴义农条款 民主党进来一大堆黑道 黑道不就是这一次 最大的问题吗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看到 吴义农怎么样 在那边舔嘴唇的那个画面 对 所以就像刚才讲到的 那你这个跟林志堅的翻版 又有什么两样 所以这个部影片基本上 其实已经在网路上疯传了 那这会让他们支持者 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 即便他这么高学历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表现 讲出这样的话 这匪夷所思